10月31日,黑龙江加姆斯大学一名女生,在学校不远处的松花江跳江身亡。 根据贺某聊天记录显示,贺某称自己经历了校园暴力,全班同学都快要孤立我了,可是我什么都没做错,我有一个社友孤立我,然后他拉着全班同学孤立我,他们的流言蜚语,真的是贱,我要被刺穿透了。 他们都在说我,全班都要我死,要给我挂墙上。 据了解,贺某担心被挂在墙上指的是加大表白墙,这是一个微信账号,平时发布校园生活之类的帖子,由于学生比较关注,所以报工量相对比较大。 贺某舅舅曹先生称,贺某事件发生后,相关帖子已经删除。 根据贺某描述,这位社友与他竞争班级副团支书的位置,而班里团支书与贺某关系不是很好,于是怀疑这位社友在背后说他坏话,他感觉快要撑不下去了。 贺某的舅舅表示,被孤立后,贺某称最信任的一位室友也背叛了他,可能觉得没有人可以信任了,第二天就走到松花江跳了下去。 11月14日,红星新闻从贺某家属出货席,贺某家属目前已经与学校达成和解,学校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了赔偿,因为签署了保密协议,所以不便公开。 记者联系加木斯大学宣传部去问调查结果,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